咱哥几个做一块可不容易 没错 二哥 你点菜 不是 我先别点菜啊 我想问问你 今儿这不年不节的 给我们哥几个叫一块 这什么意思 就是就是 这不就是 那个老长时间没见了 想大伙了 咱拒绝 就是拒绝 拒绝 你肯定有事 有什么事 要说有事吧 还真有点事 这不以前条件不好吗 一直没房 最近买了套房 买房那好事 那是值得庆贺 就算了过点 对对对 庆负 不是那个 首付30万 我这还差6万块钱 这不是合计跟哥俩 拆对拆对 这 兄弟 你早说啊 不不不 三哥 知道您条件不好 没打算找您借钱 就是叫您来吃个饭 我来你的蹭饭来了 这饭呢 我不吃了 我走 三哥 你这是什么人 什么人这是 你看看 我告诉你啊 老嘎的 有你二哥 跟我在呢 你这个事 我告诉你啊 你就是 就放心 明白没有 完了吗 对不对 你听我说啊 就得说你两句 这个没钱交首付 差钱 就别请我们吃饭了 是啊对不对 还上饭店请客吃饭 今儿既然他说了 这六万块钱 他都借给你了 那这事 我咋钱 都听着你说了 这事没问题 不是 放心 你别着急 你干嘛 他吐我一脸 刚才我跟你说啊 他这个 就是说 这个钱这方面来说呢 你明白吧 大哥呢 肯定是顶你 对对 你明白吗 这没有 关键时刻 肯定咱们得表态 我还表什么态 叫你顶 他就挺好的 那这饭就你请呗 行不行啊 你不得一顿饭吗 我请 我请吧 点吧 点菜嘛 服务员 点菜 我点了 你就随便点 先生你好 吃什么 咱点一个 什么 铁锅炖大鹅 好嘞 好菜 铁锅炖大鹅 你等会 你招什么急血呀 这这铁 大鹅不能瞎吃 怎么了 大鹅不能吃啊 大鹅这玩上火 上火吃多了 大鹅 掉头发 对啊 你拖换一拖 你点你点 让他点 点个特色的完了吗 对对对 对他听他的 来那特价的 特色特价干啥呀 最好是这免费的 有没有 免费的 免费的 啥呀 就问你呢 什么免费呀 本店的啤酒免费 比利时 瓦银丁 进口 人装进口的啤酒 免费 特别好喝 太好了 越喝越年轻啊 是吗 那喝完那啤酒 能喝出点那个 时尚的感觉来 时尚 年轻 哎呦太好了啊 来一百瓶 人家免费 你就要一百瓶啊 你下单 你有菜没有 是你招人急呀 还得点菜呢 是吧 多新鲜的 点我点菜 点呀 点吧 来 两块 两块 腐乳 这么硬吗 这菜 来一碟 糖蒜 啥呀 糖蒜 对对对 腐乳太腻 拿这糖蒜结去 来一碟 萝卜丝 哎 哎 哥这个 咱仨仨人 我点仨菜 不丢人吧 是不是 你咱不是人哪 你丢啥呀你 谁 服务员 你跟你那个经理说说 我们点仨菜 看看能不能送你果盘 果盘啊 那不行啊 多烦啊 照头发吃吧 这样子 一会儿 一会儿踏的试试 把嘎嘎这事儿给人办了就完了 您的菜 这菜还真快 对了 马轮丁啤酒 这好啊 喝出时尚 喝出年轻 来 好 我先尝一会啊 怎么样 我都找着那童年的感觉了 是吧 对对对对 你干嘛呀 见识见识啊 见识什么呀 三个菜 怎么喝一把瓶啤酒啊 哎 你管着吗你 去去去 掉头发你 说说吧 说什么呀 嘎嘎这事儿怎么办 他的事儿 你不都 都想好辙了吗 不是 那你就一点意思不表示呗 是不是啊 啊 我也得表示点啊 多新鲜哪 是不是哥们 谁电话来了 你干嘛呢 口气啊你这是啊 我电话 喂 喂媳妇 什么 咱家要生孩子 那是好事儿啊 那我以后就是大哥了 我这就回家 先把酒喝了 跟你说两句 嘎嘎 都走了 就咱哥俩 大哥呢 跟你说几句心里话 本来呢 大哥这话不应该说 不应该说 但是今天 嘎嘎有奈 大哥跟你闹 大哥 得绝症 你请我说完 嘎嘎嘎嘎嘎嘎嘎 因为啥 大哥得绝症呢 因为你接六万块钱 但是这二者之间 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 你明白没有 嘎嘎大哥今天主要呢 想给你上一课 什么是友谊 那抖音上都发了 李雪剑老师 演大帅 人家自己说 江湖是啥 江湖 不是咋咋咋咋 是人情世故 说你二哥三哥不懂 大哥明白 对吗 得绝症 嗯 我就想表达 我就想表达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啊 大哥只是说如果 不是说绝对 说 大哥如果 帮不了你的六万 你不能满人大哥 明白吗 因为军神也有难 你懂我的意思吧 但是从那些来说 大哥帮不了你六万块钱 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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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着我去 我不好意思 我帮不了 我带 我带 你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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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少 你喝多了吧 你喝多了吧 啊 啊 啊 看见了吗 这就是我这些年交的这些朋友 朋友怎么了 啊 你怎么又回来了三哥 兄弟 知道你用钱 干啥的呀 刚才呀 这条件好的 不一定帮你 条件不好的 可没什么不管你 兄弟 这五万块钱你拿着 不够的 咱再想办法 来 咱不 我这儿有办法的 哎 现在把生意钱给你转过来 二哥 别 你媳妇都要给你生兄弟了 你那用钱 哎 我告诉你啊 在我心里 你跟我儿子一样重要 来 现在把你转过来 行了 怎么样啊 大哥演的戏精彩不精彩 啊 我能真喝多了吗 那一瓶啤酒没干完呢 老三呢 你有困难 大哥不炒你要 你说你媳妇都那样了 你弄这一万块钱干啥 你有吗 你看看你那兜 卡我早给你装起来了 所以我跟你说 今天知道你买房 高兴高兴就得了 啊 不不那你们刚才你们仨人演这一部 那是哥们才跟你演媳妇 逗着你玩的嘛 增加生活的情绪和刺激啊 你怎么这样不明白的 你坐着喝酒吧 来 走走走走 来 你们都忘了嘛 咱哥几个 那是年轻时候交下的友谊啊 啥时候的友谊啊 年轻时候 那跟这啤酒合适啊 怎么呢 人家说了马轮廷啤酒 越喝越年轻啊